國際刑事法庭已對蘇丹國防部長阿卜杜勒·拉希姆·穆罕默德·喉塞恩發出逮捕令 他被控在蘇丹達爾赫爾地區的衝突當中犯下多項罪行 法庭在3月1日週四表示 喉塞恩犯有41項的戰爭罪及反人類罪 包括謀殺、強暴、酷刑、掠奪及攻擊平民 但蘇丹官員週四駁回了逮捕令 說他們不打算交出喉塞恩 蘇丹不承認國際刑事法庭 並且曾駁斥該法庭的檢察官對喉塞恩的指控是出於政治動機 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指控喉塞恩在2003年8月至2004年3月期間 策劃發動對達爾赫爾地區村莊的空中和地面的襲擊 國際刑事法庭說蘇丹政府軍和聯合民兵蓄以攻擊少數民族赫爾族成員 1996年4月20日 加州庭檢察官員 受勤 vorher穿我